还记得我们之前玩过的这个迷你AK和这个迷你加特林吗 我以为它已经迷你到极限了 毕竟这个尺寸两只手拿已经很困难了 最重要的是抠动扳机的这个地方只能够勉强伸进手指了 但是这居然还不是最小的 我发现两把更加超迷你的短键冲锋枪也就是维克托 还一把P90冲锋枪 连盒子都没有AK的一半大 一把维克托还有一排软弹 总长得还不到12厘米 我一只手掌都可以把它包住 这把短键确实有点短啊 我都没有办法两只手去拿了 扳机这个位置手指都快塞不进去了 说一半都说多了 还没有这把AK的一半 但是别看它这么小 它还是可以正常的拉穿上膛 并且可以发射的 小不小人家还有枪托呢 就是这个造型啊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啊 明显这个图案要比这个模型帅多了嘛 或不对版差评 这里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个弹夹 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装饰品啊 这个瞄准这里直接是实时心的 整把枪唯一能弄的就是枪托这里啊 拉栓上膛 我们的软弹呢也不是从这里伸进去啊 直接从枪口塞路 说实话不了解的人 真的会以为这是一个特殊形状的打火机啊 我发现它单手扣很舒服 这个枪托刚好卡了这个虎口位置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精心设计好的 再来看一下这把P90 这把枪看起来好像更帅一点 和图片对比已经有八分相向了 最重要的是人家的瞄准是有用的 后面这个洞本来是一个握手 但是现在大拇指都伸不进去啊 试了一下只能这样持握 整个枪身也只有这一部分能动 可以用来上膛啊 虽然外形不一样 但是结构形式都差不多啊 也是从枪口填路子弹 然后 不好意思扣错了 是这里 真的感觉扣这里更顺手啊 扣这里抓都不好抓 手感还不错哎 之前这个呢 在口袋里可能还有点勉强 但是这次这个 真的完全做到了便携性 一点都看不出来 一言不合我就掏出两把 就问你怕不怕